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ostgreSQL的数据库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字段类型 咱们上一期讲了数据表 然后用了两个字段 用了两种类型 一个是挖刹255 一个是text 对吧 其实这个数据库PostgreSQL给人提供了好多种数据类型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其实就一个PostgreSQL数据库给咱们提供的最基础 最基本的数据类型 有哪些 首先说有很多 今天我只过是列出一些我在工作中比较常用的数据类型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说数值型 太常用了 Integer 整形Anti型 这个应该是四位的字长 可以存储的数据足够多 没有问题 咱们用它 比如存这个工资 存这个分数 存点数 都可以 接下来Rail 它起的很奇怪 它是Rail 它不叫float 什么 就是幅典型 它也是四个字节 幅典型 都可以加小数点 比如说咱们存这个税啊 你的税是百分之多少啊 但是咱们国内好像是百分之 也是百分之十七 咱们存0.17嘛 哎 没有问题 用到这个幅典型 接下来是序列型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呢 咱们一般用于 比如说这个表记录 每个记录 咱们要设一个VID 这个ID每次要加一 只要一加记录 就一加这个新的数据 一加新的记录 就加一 的这个字段呢 咱们一般通常用序列型啊 一般不用这个RNT整形 用序列型 该怎么用啊 今后课程中我会给您讲到 接下来是什么 文字型 这太常用了 文字型 或者叫做这个字符串儿型 都一样啊 Postgres给咱们提用的文字型 字符串儿型的有什么 都差 挖岔 这上次咱们用了 还有这text 这大文本 这个都不必说 一看就知道怎么用啊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差跟挖岔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我这个定一个字段 差是十个字节 挖岔也是十个字节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差我其实很讨厌 我不太喜欢 因为为什么 比如说咱们存了十个字节 没问题 但是我这个实际更新数据就更新了两位 剩下八位怎么办 他给咱补空格 很烦人嘛 对不对 而这个挖岔就不会 比如说咱定一程挖岔十个字长 咱们更新数据实际上只有两个字节 没关系 他就认为是两个字节 他不会给他签补空格 不会 所以说我在功课中用挖岔和text占了95%以上 用岔用的还真有不多 比如说存个男女01 可能偶尔会用到岔 几乎不用 好 咱们再看啊 不耳行 这个不必说 这个是一个数据forse吗 一般用在哪 像我做最近一个项目的话 用在这个easflag数据库 就是说做逻辑删除 咱们判断这条数据是不是已被删除 当然是逻辑删除 咱们一般不做物理删除 对不对 如果是我这个字段叫做easdeleted 就什么意思 是否已删除 如果这个字段是true 什么这条记录已经被逻辑删除 如果是forse呢 是正常记录 就这个感觉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我会用到这个不耳行 接下来也是非常常用 日期型 date 算是日期吧 年月日 time 10分秒 datetime呢 年月日加10分秒 就这么一个简单区别啊 非常的常用 一定要会 接下来 接下来是一个postgrade的比较特色的数据库类型 在这个里面 我用的最最最最多的是第一个 数组型 就换句话说 它是表一个字段 它不是一个字段 我字不串 不是 数值 不是 那是什么 数组 它可以存一组数据在一个字段里面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好用 我是经常用到这个字段 极力推荐 龙龙推荐 好 接下来 他还给咱提问一个IP地址类型 换句话说 这个字段 它内部是数值型 但是它却能让咱存IP地址 我还真的就没用过 但是在这个postgrade在N年前 很早上的版本里面 就有这个类型 一直到今天 普及率我不知道管不管 反正我个人没在用过 现在又出了IPv6的话 它能不能支持 我现在还真不知道 我从来没用过 接下来 Jason型 这是比较新的类型 有机会咱们可以试一试 然后这个XMR型 这也是比较新的类型 这个SMR型 我现在还真的就没用过 但是我感觉跟这个TES型应该差不多 有机会我用一用 好 它其实还有很多多如牛毛的类型 在这个网页当中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够 出来了吧 数值型字符二进制 这也常用 这个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数据库中存一个图片 但那边图片一般都不是不存在数据库中 存在物理文件中 然后咱们这个数据库中仅仅是存路径 但是以前我做过一个证券项目 它就把这个图片存在数据库里面 很奇怪 那不管了 那是当时那个项目经理设计 然后这日期型布尔型 这都没问题 美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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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非常重要 图形型 可以存点 可以存线 可以存路径 可以存多角形 可以存圆 这有时间看一看 接下来这个是网络 我觉得是这样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把每个类型都给大家讲一讲 没有问题 我想还有什么特色 这是Jason型 看来 先进来看一看 果然是个Jason Jason我也是非常的喜欢 因为现在我用这个渣化教室编程 几乎就是天然跟Jason打交道 对不对 然后大家请看 这个网页 其实不光有9.5 你看 有9.6 包括这个10 都有 不过我是极力不推荐您使用最新版本的数据库 我推荐您使用稍微老一点的 这还出来范围型了 大家请看 组合型 范围型 我天哪 估计又得需要一段的学期的成本才可以搞定 好 今天我是这样 不做具体的编码 仅仅是给您讲解了一下Postgrid 给您提供的默认的类型 应该不是很难 具体怎么用呢 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布尔形 或者日期型 怎么做 像咱们上期做的编码 直接在字段的后面 直接复一这类型就可以 使用就是这么简单 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说今天我主要给您讲解 让您知道 这数据库中原来有这么多类型 究竟怎么用 没关系 因为咱们在市场过程中一点点 会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接触到 请您不用担心 好 今天的课件 我会传到开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会传到YouTube YouTube顾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顾您观看 好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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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